你平日里不是一向最端正持重吗 怎么今日薛书区区几句话 就将你扰得情绪大乱 你可有想过 他若不是担心自己没有胜算 又何苦来寻你这一遭 我当然知道 我也不全是因为他 方才你也听到了 连公主殿下 都默认未来的林姿王妃 是薛书 我纵因列母殿下而参加选妃 可是我若落败 不仅会让我自己失了脸面 还会连累江府成为京中笑柄 人不该为了别人的目光而活 而是该为了自己的心 从你救下秦贵妃开始 你不就已经打定主意 要走这条路吗 如今为何又怯呢 薛宁 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你这么有勇气的 这世上 除了别人的眼光 和自己的心意以外 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命运 倘若命运注定如此 就算我与之抗衡 又能如何呢 命运吧 命运吧 灯死我了 行了 别装了 我就知道 骗得了谁啊都骗不过你 本公子怎么能吃亏呢 不过是做戏离间盛心 这人啊 我跟你学得透透的 你自己还是小心些 薛宁不是愚钝之人 戏太过 被发现了就麻烦了 这位漂亮妹妹 姜儿姑娘 姜儿姑娘 这位漂亮妹妹谁啊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薛定妃世子 长姐不必理会 这些日子 都在做什么 学业荒废了没有 学生自是在府中读书弹琴 无一日敢辜负先生教诲 既然遇上了 跟我回府一趟 正好有话要跟你讲 学生家中还有急事 改日再去拜会先生 黄州那边有来信 不想知道 燕灵 你 长姐 我有事要去一趟西少师府上 家中妹妹且去 家中我同母亲禀报 那姜家妹妹 要不你就烧 烧我一程呗 烧 是 是 黄州之地有我的人 他们眼下已经安排妥当 你不必过于担忧 只是北地到底苦寒 侯爷前段时间 就尚有复发之事 好在如今已无大碍了 燕灵的性子 本该无拘无束的 这黄州虽然比不上京城繁华 但也能任他辽阔遨游 不是为一件好事 那你呢 你也想离开京城 寻找一份自由 我自幼在乡间长大 曾也是一心向往京城的繁华 可来这儿走过一遭 发现繁华之下尽是疮痍 自由 可已不敢奢求 这命运之下 或许没人 能够逃脱得了掌控 官信中所言 可以知道这信 寄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 先生如今才给我看 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 本不是为了这桩事 所以先生唤我来此 是想说什么 好 既然先生不肯说 那我便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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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利用你 一瞬烟火 借一半轻心梦给我 早知命运无对错 童州之时 童州之时 你曾问我 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利用 对其他人或许如此 但对宁儿你 你 我又如何 我又如何 当年圣经之时 你与我有救命之恩 所以 你 每次是与旁人不同 先生不必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 京中诸事 先生数次相救 比起来 我那一点恩义 又算得了什么 况且遇人危难 无论是谁 学生都会出手向帮他 是 也是 张哲端方 但太冷太直 与你本就不合适 失之 未必不是姓氏 学生之事 又与先生何干 你若能坦然接受 我又何必跟你多废口舌 宁儿 你方才说 命运难以掌控 但谢某一路走来 没有一件事不是狭路求生 二十余载 与命运相争 连我这样的人 都没有向命运低头 你又有什么理由 向世间的规矩妥协 先生 为何要与我说这些 你是我的学生 我不想看到你困于抑郁 失了长心 宫中的课虽然停了 但你的情意已除窥门禁 不可就此放弃 从明日起 继续来我府中学情 先生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你父亲提前说过 没有商量的余地 再说 黄州之事 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 圣上 臣与谢少师曾共有通舟平乱一事 期间 将尚书之女乌被卷入此事 被迫与臣深入的意义 此一事 本是异局 可国公之女滥用性无畏职权 将此事编造以乌颜会语 于京中九四瓦瑟之处 广为流传 其意便在于败坏僵尸之名 臣走访京中数日 人证物证俱全 说 是何人指使 这些字都是小姐写的 是小姐让我给他们送过去的 不关我的事啊大人 还有谁参与 说 小姐还让行无畏聚 未必利用他们的家人 我只是封面行事 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大人 还请圣上裁断 圣上明鉴 此事应设计女子明鉴 臣曾与通州案件相关之人协定 不可对外提起 江姑娘身民大义 为国事险先命丧通州 为保家生更是不图恩赏 此等忠义 巾帼不让须眉 万不该蒙受流言之祸啊 定国公 你还有何话可说 圣上 此事老臣绝不知情 其中必有不实之处 还请圣上 这奏折上写得清清楚楚 一举一动 皆是心无畏所为 你还在狡辩 国公 王妃领选 既是家事 亦是国事 理应由圣上裁断 薛侍女 如若真的德才兼备 自会当选 国公又何苦如此呢 圣上 国公所言 无非是爱女心切 还请圣上息怒 大姑娘因选妃之事顶撞了夫人 之后她便自己罚了自己 一直在祠堂里跪着 不过她也没答应夫人放弃选妃 只没想到 大姑娘还有这么执着强硬的一天呢 或许这才是内里真正的她 这样也好 至少她终于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了 听说夫人这次连老爷的气都生了 都不让老爷进屋了 这也难怪夫人 这次的事听上去确实惊险 不过听说多亏了张大人和谢少师相处 才能平安无事呢 这里果然有京城最美的景色 怪不得燕林以前总跟我吹嘘 原来 宫外境这般精彩 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困在牢笼之中 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 可一入宫门才发现 竟是此生难回 是啊 谁不愿意离开那儿呢 只可惜燕林有的选择 而我 殿下 往日你瞧着我开心 其实 那是我装出来的样子 宁宁 一开始 你也同他们一样 觉得我就是个爱烦话热闹 娇气跋扈的公主吧 其实我知道 我呢 脾气不好 学识不好 旁人敬我 为我 但不会与我交心 只有你和燕林 会同我说些真心话 如今燕林走了 二哥就快选妃成婚 阿淑 阿淑 又弄成这样 母后与皇兄之间 也是暗流涌动 我原以为 我只要这样快活下去 这些事 都能与我无关 可惜啊 人生在世 自然各有各的责任 殿下生而高贵 免受寻常人家饥寒之苦 又能成日与亲人相伴 还结交过许多朋友 虽有这些烦恼 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了 幸运吗 如果可以重来 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 如果可以 我不想生在帝王家 我也想离开皇宫 去寻那海阔天空 不然 殿下 你今日究竟怎么了 可是宫中发生什么事了 才没有呢 这不是因你闲聊吗 等日后有机会 我让皇兄下旨 准了你我出去游山玩水 蜀中 金陵 还有那南面海上 我们都要一同去看看 那可一定要叫上燕林 对 到那时候 燕林一定已经成为大将军了 配宝剑 穿金甲 护诉你我二人 离开京城 一辈子也不回来 好 殿下 是时候该回宫了 不是准了我一日吗 怎么 时差还未到呢 天色已暗 圣上与太后娘娘 都在担忧殿下的安危 若殿下还想再待一会儿 我等再次护卫殿下周全 不必了 我这就给你们回去 是 娘娘 我先回去了 最近宫里是多 你便不要入宫来了 殿下 究竟发生何事了 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 你就放心吧 你就放心吧 走 走 走 先生 坐吧 公主要和亲的事 人想起来 老公 后来 并不去 智子 但我又有一些友谊 故想问一问先生 不如先下一局 我不算下棋 做不到一步多算 不是先生的对手 下棋须算计 确系一发 但如果讨论围棋 更多讲的是是 算计乃是数 若能得是 方为得道 是 棋盘若疆域 棋子若宾足 自古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 但若积久成事 等难以疏导 积而成患 是已 执棋者 当应势力道 如致名 致水 人和棋子能一样吗 棋子 由执棋者拨弄 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 自己长在肚子里 下棋能拨弄棋子 可人心若说要拨弄 时势推英雄 英雄造时势 人心向背虽然难料 但若不顺思名辩 旁人邵家山峰点火 心随势凿又有何难 学生明白了 多谢先生 不问了 已有了答案 不过 学生想向先生 借一个人用用 帝王卧榻 醉济他人酣睡 圣上不可能 无缘无故逢他为妃 尤其是在这种 风口浪尖的节骨眼上 怎来想去 答案只有一个 学书自断语义 划清界限 从此调转枪头 为圣上对付薛氏 在对付薛氏这一点上 也算是好事 但对公主不是 若公主当真和亲而去 来日与大约开战 她就会第一个死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开战 你可想好了 当真要帮将军你啊 阻止和亲做不到 但可另想法子 这可是公主和亲 你有什么法子呀 我问过礼部了 和亲定在三月二十一 公主与太极殿拜别之后 便会一路出京 由禁军护送北上 而后再与大岳王子 在草原上行和景之礼 若是在宫中动手 牵扯过大 已被发现 所以 我让刀亲寻衣死囚 待在路上 于途中 偷将公主换出来 再放火烧了扯年 届时死无对证 世人 皆会以为公主丧身活害 这个办法好 如此一来 也可绝了朝廷寻找公主的后患 不过 这和亲未成 大岳烟能善罢甘休啊 放心 我会让刀亲伪装成大岳人去放火 到时候他们百口莫辩 就算是想开战 也会受到天下人的口诛笔伐 而且 倘若真的开战 朝中并无可用之帅 届时 正好借机迎回燕后 你这到底 是为了帮姜雪宁 还是为了完成你自己的计划 有什么分别吗 若你二人只是合作 自然没什么分别 不过要迎回燕后 只需要杀了沈芷一 挑起两边战乱不就行了吗 你冒重大风险为她救公主 但凡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这么多年的布局 可就毁于一旦了 空闲在此 白白耗费俸禄 不如领了这份差事 也好让禁军继续保卫皇城啊 你说这不是闲的吗 贤妃 不会知道你们的计划了吧 不管她知不知道 原本的计划是行不通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只能铤而走险 在宫中动手 这进宫守卫森严 尸体肯定运不进去 看来 只能在暗卫中选一个 神亮相仿的死士 来代替公主 这样就算事情败露 也牵扯不到你 我去跟宁二说一声 我 我呢 待着 得 我也是闲的 多晕 加尔姑娘或许有事来不了了 她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贤妃既然换了首位 定会有其他防备 留给你和公主单独相处的时间 恐怕是不多 无妨 待见到公主之后 我会见机行事 替身我已寻好 她会提前安藏在明峰宫 有时三刻 公主奉驾出宫 你最晚再有时一刻 务必将人换好 我的人会助公主 从顺真门离开 这一去 她就不再有公主身份 你确定能说服她 公主曾对我说过 她向往宫外自由自在地生活 她一定会答应的 也不这样 殿下 时辰不早了 圣上跟太后娘娘 已经前往太际殿了 您也该准备准备前去拜别了 殿下 殿下 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 应事宜我已安排妥当 我现在就替您改头换面 让人悄悄带您出宫 一刻钟后 鸣凤宫会有一场大火 到时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连尸首都找不出 从此事上再无乐阳公主 您出宫以后 天高海阔 自由自在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殿下 宁宁 我不能走 殿下 您那日在百果寺说过的 不想生在帝王之家 想要逃离皇宫 去寻那海阔天空的 杀宁宁 那些都是酒后的玩笑话 怎可当真 怎么会呢 您出宫来寻我 不就是不愿意和亲吗 既然不愿 为什么要去 我都安排好了 您只要逃离至四方宫墙 就能摆脱不由之命 您 您为我安排这么多 我很开心 可是宁宁 这天底下谁都有资格逃走 可唯独我不能 还记得谢先生曾在课上说 拾君之路 忠君之事 拾生名高 未生名己 宫主的尊位 皇室的尊宠 这并不是从天而降 天下赋税 万民摇曳 锦衣玉食以供 我在宫中素性骄横 所知不多 也是那日 你待我看了京城 我才真正明白的 我若走了 和亲不成 战事必起 国有大贼 忠良无忌 战岂能生 皇族轻腹是小 黎民受苦最大 谁伤了你 学书 少师息怒 贤妃动用了私刑 不过却有理据 现在把事情闹大 只会对江姑娘更不利 不如先带姑娘医治 免得日后老下病根 宁儿 他不愿出宫 我知道 什么都不用说 先回家疗伤 我曾有像流星般逃脱 是他留给我的 我曾有像大鱼般自然 站在你宁中 你是他留给我的 我曾有像大鱼般自然 最后的东西 可他愿靠近胸口 心灰被刺破 与爱为梦 才肯让痛 这终究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不愿意 我们又能如何 您说得好 您说得对 我空有脾气 没有本事 自以为能改任命运 可到头来不过是个调良小丑 人也救不了 人也护不住 你不是 宁儿 这个世上 本就多的是波折之神 你想改变旁人命运 本就难于登天 荣誉的路 多的是人走 但崎岖至今 要的却是勇气 相信我 只要不放弃 一定还有机会 今日你受的委屈 来日 我一定会加倍 帮你讨回来 你只需耐心些 再耐心些 好吗 那宫主殿下呢 他前何时才能踏破关门 你带回来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答应你 他一定会回来 少师大人 江大人 有何指教 这指教嘛不敢当 大人 来 少师大人 当世之才年疆而立 久未成家 小女虽然生性顽劣 眼下却正当十九少皇 少师大人不辞辛苦 叫他懂礼之意 骂我是身为感激的 可你毕竟是他的先生 施恩如负啊 所以还请大人注意一下言行 且莫生出什么误会来 江大人 此言何意 你 你还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好 我索性把话说明白点 我们家宁丫头 虽说名声不好 可她心性不坏啊 老爷 你既然做她先生 就该多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大人误起刻意 可千万没有误了别人 谢某是教过她些诗文 已教过些情 可 那又怎样 什么怎样 你还要怎样 当年上京之时 谢某与她已是朋友 而江家生他 却数次不公以待 她是性子顽劣 但在谢某眼里 她是独一无二的 更何况 就算不论这些 谢某想要做的事 也断然没有受世俗所困之力 这些 江大人不该不明白吧 你简直 你简直名玩不理 有违伦理刚长 你这匆匆叫我过来 发生了何事啊 今日早朝 薛远称病未来 我不放心 找人去信武为衙门探了一探 说是接连数日 国公府都毫无动静 这薛远视权如命 这实在不像她的作风啊 此时却有蹊跷 薛远在暗处藏了不少兵力 若突然发动兵变 咱们一时招架不住 所以 替我暗中去黄州走一趟 你是打算暗中把侯爷 自流放之地调出来 正是如此 黄州的守卫中 本就有我们的人 你此去 只需叫人快速送往边关 并暗中掌握 住房的燕家军兵力 届时 就算京中荡争有变 再拜 两性永好 不去算那结果 三拜 来 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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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 先生 先生怎么也来此了 那你呢 为何独自来此 离已经关了 留在宴中也不过是喧闹 不如来此躲躲清静 先生也是吗 坐 先生饮酒了 怎么 做你的先生 就不能饮酒了吗 那倒不是 只是先生平日端方 又赌心道学 学生还以为您迟戒 不饮酒呢 那你是看错我了 我从来不是什么 端方正直之人 你那日的伤怎么样了 托先生的福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那便好 薛家的事再给我些时间 我 先生 学生不想再与薛家 斗下去了 不认识 为何 先生从前不是总教诲我 不要逞强 不要缴入朝局 可我总是做不到 给先生添了许多麻烦 如今 薛生已然想明白了 也愿做的 事宜就算来日离京 先生也该对我放心了